佛山DRG4比1杭州LGDNBW竞技S组 在BPU列都比较正常的情况下 老干爹对局中的决策和配合一塌糊涂 尤其是打野和射手位置 最后一局更是让猫神替DRG提前开箱兵 做了自认倒霉赔负双倍 对自己的阵容理解和场内局势的判断太自信了 不可能输我就告诉你 我说四个字不可能输 这把如果输了我不只赔钱我赔双倍 LGD已经没有翻盘点了 不可能翻盘了 不只是从阵容的角度分析 阵容阵容的强度现在打不过右边 经济是个很大的劣势 心态很大的劣势 阵容的熟练度很低 综合考虑这把不可能翻盘了 一边你去送 不关键有三个大哥呢 江子牙只要送都没问题 你看这个牙这个龙直接七点打一点问题都没有 这波也是阿豆突然行张之间换成了笨狼 你看这个牙连都怎么玩了 不当人了已经往前猛猛干自己还有血手 好好调整吧 哥几个这不是选不选英雄的事情 他这阵容玩的不好啊 打的不好啊 我觉得阵容就是能打 是这个五五开的阵容啊 只是第二季的容错力更高 第二季没有进攻压力 LG的有进攻压力 这是区别 再一次的 再一次的